词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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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摩赫子观俯行传红诀 第八十页最后一行 上次我们讲到这边 那么现在是要引经据典 来说明剑刺指观 跟不定指观 还有磨合指观 就是这个剑刺不定 跟盾 那这是有他的根据的 那这是有他的根据的 现在我们来看 静明云 始作佛树立降魔 得甘露灭绝道成 三转法轮于大迁 其轮本来长清静 天人得到此为证 三宝于世现世间 此即见教之十眼 我们先看这边 这里讲静明 静明就是指维摩绝经 维摩绝经 维摩绝经又称为静明经 那么在维摩绝经里面就提到 佛坐在佛树降魔 这个佛树就是菩提树 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菩提树 现在菩提嘎亚那个菩提树 不是原来佛陀那一棵 那是后来又种上去了 但是那一棵还是很有 感觉很有加持力 大家把它当成真的 所以就是真的很有加持力 以前人家去菩提树 就常常附近有人在卖菩提树 就帮我请了菩提树 回来给我 这个也是蛮有用的 菩提树其实也是一种象征 反正什么都是虚幻 我们把它认定是哪一个 它有那个象征 这个象征还是很有意义的 佛在菩提树下降魔 得甘露灭 绝道成 甘露灭 我们那天就讲 就是在看到小智第四行 后面八十一页小智第四行 就是整个证悟得到离生死之法 那这个就是甘露灭 然后 佛陀的智慧 有分自得断得 佛陀法身有三德 一个断德 一个自德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菩提树下 他整个证悟 这一切轮回的虚幻 菩提心的殊胜 菩提心主要在这个绝道城 三转法轮与大千 于是佛陀开始转法轮 那么这三转是指 四 劝 正 三转 我们现在看这个小字 倒数第四行 三转 第一转是四转 第二转劝转 第三转正 正转 那么四很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指示 指出目标 指出我们修行的方向 如果他的根气 比较弱一点 你要他发大圣心 他没办法 如果他是二圣的根气 那你指出的方向 先暂时让他指出 脱生死轮回 正小圣的涅槃果位 所以先指示出那个方向 那接下来是劝 前面的指示 对小圣人指示小圣的法 对大圣人指示大圣的法 那么第二转法轮是劝 劝就是辅导 辅导他怎么修 教他怎么修 然后劝导他 怎么往这个修行这条路上 不要退 不要退转 那中间种种问题 都要让他能够排解各种障碍困难 这就是劝 最后呢 得正 得正 第三转法轮 就是让众生真的能够正到 正到他该有的一些果位 最后呢 都是成佛的果位 这个劝就很不容易了 试劝证 这个劝这个过程很长 因为你要陪着一个人 要他遇到各种困难 你要陪着他突破各种困难 然后也要劝导他突破各种困难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了 那无量的菩萨行 也都在修这个 这是三转法轮 于大千 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佛的教化区 佛的教化区 所以一个小千世界 就是一个 一个小世界 就是一个须弥山为核心 旁边呢 有四大洲 然后呢 这个 有各种 三二道 以及三三道 六道轮回的众生 在这一个小世界里面 那么这一千个小世界合成一个 中世界 中千世界 那么一千个中千世界 合成一个大千世界 所以就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事实上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了 只是它三个千所合起来的 所以在称呼上 就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所以三转法轮于大千 意思就是这样 佛一尊佛成道 它就是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中 好 来 转法轮 齐轮本来常清静 天能得到此为证 三宝于世现时间 那么在这个 这里是证明有建教 引这个经的这一段 是为了证明说 佛陀讲的教法里 有建教这件事情 是众生的根器 要一步一步来 慢慢地修 慢慢地修 像一个阶梯一样 慢慢地往前走 先从戒定会 闻师修 然后得以正果位 以这样来修行 这叫做建教 我们看八十一页第二行 原文 八十一页第二行原文 这是正不定教 又云 佛以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或有恐怖或欢喜 或生艳离或断移 失者神力不共法 此正不定教也 那么 这个经里面又提到 这个不定教的讲法 这里举例 佛用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佛他同样讲同样的话 众生听得到的解释 不一样 有的会恐怖 有的会欢喜 有的会深艳离心 有的甚至断掉他的疑惑 失者神力不共法 这个也是 大家各种众生听佛的演说 得到不同的利益 这就是正不定教 证明在佛陀的教法里面 他也有重视 也是会以不定教的方式来 让众生得以解脱 这个不定教 在很多地方都会展现 因为同样的教法 每一个人听都会不一样 有些人得到利益 非常的快 比如说像光是说三宝 佛法生三宝 像皈依三宝 有些过去生中就有很深厚的慧根 他光一皈依就正出国了 那这是 所以我们是皈依了好多遍 都没有什么国 现在很多人皈依皈依很多 那很多地方都有皈依 但是遇到自己欢喜的师父 再皈依是很好的 这是好事 但是我们现在人的根器 不像过去的人 过去人你要找一个皈依不容易 所以你好不容易碰到了 然后又觉得很欢喜 然后而且过去人 又没有什么太多的学太多的知识 只是听到佛的教法 那他就傻傻的相信了 他这傻傻相信 就傻傻的胜果位了 果位就这么快就可以得正 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正出国 正出国它本身 它就事不坏净 事不坏净 就是戒定慧 戒定慧 不是佛法身戒 佛法身戒的信心不会坏 佛法身跟戒律 他的信心不会坏 那么这个 他光是这个信心 相信佛陀的教法 他光是这个信心 就得以让他可以断 建或正出国 我们来看下面 佑云 说法不有 义不无 以因缘故 诸法身 无我 无造 无受者 善恶之业 不败云 我们在空性的教法里面 一切因缘 以因缘故 你已经造了这个业 比如说偷东西 我讲 比如说偷东西 如果按照戒律上 蓝三律三家背蓝 戒律上 你讲偷东西的定义 东西呢 如果比如说在某个地方 你只要有心想偷它 那什么才就达到真的偷到了 你业就真的照到了 你把它移开位置 那就算了 大家懂意思吗 这就算了 你把那个东西移开位置 你可能想办法去偷它 可是都还没有把它移开位置 还不算偷到 还不算偷 已经达到那个 那个 这个业已经结了 结了这个业了 还没有 可是呢 有结另外一种业 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一直在照做 所以呢 就有那个想偷东西的习惯 会一直跑出来 以后呢 就一直在 不断的 加深这种想偷东西的种子在里面 可是因为你的业 没有完成 你没有偷到 没有把它达成你的目标 那这个呢 就不算 你真偷到了 如果在小生的看法 二生的看法 就难传 你没有偷成功 你就没有算 你有偷到 但是呢 但是呢 在四分率的讲法 四分率的讲法 你只要有起心动念 造业 刚哀死第一念 不算 可是呢 如果你一直把它恶化你的恶念头 一直恶化它 就算了 即使还没偷到 那就算了 这个算呢 还算轻的 结的是轻的 你呢 自己择心颤 是可以颤的 什么叫择心颤 择备自己的心 择心颤 就说 哎呀 对不起 我刚刚起心动念 想歪了 想歪了呢 那些赶快要忏悔 赶快忏悔 这个业还是可以 慢慢的化掉 所以赶快把自己拉住 不要恶化自己的恶念头 那这样子 你的五戒就可以清静 我们那个十戒清静 其实很多重要的关键 都还在把自己的念头拉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起心动念的 这个 这个 绝照 这绝照 这绝照很重要 所以有个我 我呢 这是我的 有什么事情呢 都是我的 有个我嘛 那不让我得到 我就起称恨 我想要得到 就是贪嘛 那得不到 起称恨 不知道这因果 那就是这个吃嘛 贪称吃 所以有个我贪称吃 就在那里搅 最后就照这个叶 这个照字是已经结的果了 那这个寿呢 就是最后寿的果报 最后寿的果报 所以无我无造无受者 这个是专指 我们空甲中三观的空观 空甲中三观的空观 三恶之夜不败王 虽是一切都是虚幻空的 但是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 你善恶之夜 你造了 最后还是 还是得受的 不会败王的 就算你已经证悟了 你已经开悟了 已经成阿罗汉果 阿罗汉还是有业 以前阿罗汉 有的阿罗汉 他受到那个果报 那也是很恐怖 像有一个好像是 加留陀仪 加留陀仪 他死了也是很 也算是很惨 他头被砍掉 头被砍掉 那造恶的人 造业的人 也是因为某种因素 在这个阿罗汉 他已经称阿罗汉果位了 这阿罗汉在 好像在 我已经有点 已经有点记不清了 因为刚刚才 想到这个例子 他好像是在 上厕所的时候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后面偷袭 就这样死掉了 结果呢 这一家人都被抓起来 都被请 因为这个是阿罗汉 死的是阿罗汉 然后附近的人一看 哎呀 师父被 师父死了 然后大家赶快报警 然后把他 那一伙 这个凶手抓起来 当然凶手也被处分 也是死刑了 那这个阿罗汉呢 他为什么会受这个果报 那就是他过去生的业 你看他已经证罗汉果了 其实好几个罗汉果都这样 好几个 这不是只有 因为过所造业不亡 所以众生为果 菩萨为 什么 为因 你起心动念都是因 起心动念 就会感召一个业 就会感召一个业 一个念头 一个业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真正的修行人 真正修 真的要从起心动念去修 这个念头 不要有想占人家便宜的心 不要有想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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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侈浪费的心 不要有 奸贪嫉妒的心 尤其嫉妒啊 现在很多 很多人看起来 他没有造什么大恶业 我比如说 我讲基督两个字 像基督两个字 它事实上 五戒里面有翻到哪一戒吗 没有 所以好人 好人啊 有的基督性是很强的 好人啊 所以 我讲的这些呢 就是 修行人很多是好人 很多是好人 那么他往往 脱不过这一关 你要看人好 欢喜人家好 要给人家有一个好路 那不要说 那个 那个 嫉妒人家好 这方面就很辛苦 你 真正的修行 真的就在这心胸度量上 在修 你才有办法 这个 扩展你的 未来的路 你旁边欢喜 看人家走一条好路 你会感召以后 人家也在旁边欢喜 看你走你的好路 这都是如是因 如是果了 那我们现在 也很欢喜的 给人家一条路 以后人家就欢喜的 会给你一条路 就会感召这样的因果 所以多给人家路走 自己的路会走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当然要给对路 不是随便给 这个也是要拿捏好尺寸 也不是要随便给 以前那个 以前广庆老上有说 有时候某某人 他可以活到一百岁 广庆老上 有时候某某一个法师 他可以活到一百岁 可是他八十几岁就往生 当然人家都觉得很奇怪 我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不觉得奇怪 因为我知道他做了某些事情 他会耗掉他很多该有的福德 也造了一些业 为什么呢 因为谁乱捐款 他乱捐款 他很多钱 可是不该支柱的道场 他就支柱了 那这就危险 因为他明知道这个道场 有违背佛陀的教法 那已经不是该有的佛陀佛陀的道风 那他也还是支柱 那这就很危险 这个是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心胸宽大是好事 宽大也要有智慧 拿捏尺度 这个布施要有波罗波罗蜜 布施波罗蜜 要以波罗波罗蜜为前导 不是你随便布施就好 你布施的方向是错误的话 那对方所造的业 你也要算变成也是很辛苦的 这个是顺带一体 好 这正 顿教 这个顿教 我们来看下面 八十三页中间 大品云 次第行 次第学 次第道 此正 见教 再来 又云以重色果 这是果 果模拟珠 就好像一块布 把这模拟珠裹起来 字之水中水物便色 如果你果模拟珠的 这个 这个颜色 若是青色 你在水中 这个水会慢慢变 感觉起来变青色 模拟珠是会发光的 这里只是会发光的 所以你把会发光的模拟珠 包青色的布 放在水里 那这个水 这个发出的是青光 是青光 水物便色 自至水中 水物便色 此正不定也 又云从出发心 急坐到场 转法轮度众生 此正 顿也 就证明 此顿教 从出发心 急坐到场 转法轮度众生 这个 这是高跟气的 出发心 一般就是 我们一般如果在原教里面讲出发心 大概都讲出注了 它的位大概都在出注位了 出注位就是相当于别教的地上菩萨 实地果位的出地了 所以 这个原教的出注菩萨 它就可以百戒 八项成道 度化众生 一百个佛戒 可以视线八项成道 来利益众生 所以从出发心 急坐到场 如果这个 它根气非常的高 你跟它讲原教教法 马上顿悟 马上顿悟 就坐到场 转法轮度众生 那么前面这个 建教 前面这一行 次第行 次第学 次第道 这个 这个行词 就走我们修行的 这个路 要次第学 学呢 三学 界定会 三学 以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 往前修 这叫做次第学 那么这个次第道 在这里讲的这个道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样修行的道 它有它特别的意义在 以后我们未来会讲这个 比如说 我们那个 这个四圣地 苦极灭道 有生灭 四地 无生 四地 无量 四地 无作 四地 这里讲的这个道品 就指这个 是指这个 所以在这个是指 我们从 藏通别源 这根气一直往上增长 本来呢 它只是藏教根气 然后进步了 变成通教根气 然后呢 再进步到别教菩萨的根气 然后最后再往上提升到原教菩萨的根气 这叫次第道 次第道 那这个也是证明 渐渐地走 就是一步一步阶梯往前走 那么以重色果模拟珠 至于水中 水无变色 它是一个形容 形容呢 是佛陀讲的不定教的教法 是 也都是有的 那 随众生的根气 讲不同的教法 也让它在 本来 它 它本来是要赤地 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结果呢 遇到佛陀 佛陀正好讲重 他的心里面最重要的障碍 划掉他心里面的障碍 一下子往前跨好多步了 这就是不定教 这不定教 好 我们翻过来 这个八十四页 小字里面有一段 蛮值得看的 蛮值得看的 在第四项下面 第三项下面 真如如诸体 习性如误果 文教如治水 习发如献色 理性不输而能献于诸法之色 这一段是一个 把这个比喻 比喻的还蛮不错的 是我们的真性 我们的佛性 就像魔力猪的体一样 习性就好像果的东西 我们的确也是这样 很多人业障很深重 每个人习气不一样 就是我们常常戴着 有色眼镜看人 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看出来就是什么样的 判断 他的那个 他的世界就是怎么样的世界 就是他的习气 他的习气 他喜欢做小偷的 他看到东西就想要偷 他习气是怎样 所以他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 正能君子他也不会这样 他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被人家偷了 他会帮忙把它拿回来 所以你看这个习气 就决定这个人的人生世界 这个人的人生 所以 闻叫如治水 习发如现色 那闻叫法就好像 把它放在水中 那这个习气发出来 就好像现出这个颜色 那你现出颜色 并不表示 颜色虽然现出来 可是你的水 摩尼珠都没变 颜色不同而已 所以大家本性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习气的问题而已 那只要把那个业障消除了 那个果的那个东西 果的那个颜色 慢慢的给它拿掉或退掉 大家都一样 都是摩尼 大家都是有同样的摩尼珠 也同样的这个水 所以呢 颜色就像习气一样 就像习气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我们本有的佛性 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 要能够尊重 也互相的结善缘 不要为了一点小事情 一定要跟人家结恶缘 也要互相珍惜 大家相处的 这个 这个 好 因缘 现在发现很多人 大家互相相处 都不太会珍惜 大家在一块的缘分 会动不动都会因为一些小小的 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利益 就一定会吵到不能再大的 好像丑一样 也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利益没什么 一点都没什么 奇怪 一定要那么严重的真道 好像没有真道就 没有争取 没有把它争到是我的 那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习气 众生就是一个我 这是我的 我呢 这个人也是我的 这个某某东西也是我的 不在我掌控之中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了 开始会很生气了 称恨心什么都来了 凡事 如果说没有站在道理讲 就会有私心 一定要站在理上讲 你才把这个私心放下 你还常常要站在道理讲 如果我们离开了道理 那就没有意义了 那什么东西都是 大家的这个心里面 我们如果做什么事 不按理讲 都按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就很辛苦 这个叶啊 这照 刚刚不是有照吗 那个照的叶最后就有寿 果报就是寿 你叶照了 果报就 这个寿就在等着你寿了 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时间问题而已 好我们来看下面 原文 法华云如是之人 应以此法见入佛会 此正见也 又云若不信此法 于身法中事教立行 此正不定也 又云正知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此正顿也 就是在法华经里面提到 如是之人 应以此法见入佛会 这个呢 就是建教的证明 不管哪一个法 比如说戒定会 戒定会 哪一个法 让他 你应激说法 让他得到 他该得的 然后呢 再慢慢的一步步教他 一步步往上走 这个呢 就是 建入佛会 可是如果他不信呢 若不信此法 于身法中事教立行 此正不定也 假设他现在 他的次第走到这里 大家共同在学的某某教法 他不相信 他这里讲的这个不信此法 这个此法 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圆顿的教法 圆教的教法 都是讲原教的教法 那么如果他对原教的教法不相信 那这时候 在于身法中 是教立行 什么叫于身法中 如果 假设他这个阿鲁汉果位 他没有原教的概念 那么他跑去方便 有余土 那这时候要靠诸大菩萨 还有佛陀呢 再慢慢教其他的法 让他能够 施教立行的教他 让他能够越来越发菩提心 所以 这是指圣人 如果非圣人 也一样 他跑去投胎了 他可能 二圣果位的人 不是 可能是二圣教法的人 那下辈子出生呢 他能习气 还是二圣的习气 那佛陀呢 也会 用各种方式 在于身法中 用各种其他的 教法 来慢慢的引导他 发大菩提心 这个可能也不容易 这二圣教法 如果说很深厚 很坚固的人 你要他发大 这个大菩提心 也是不容易的 这个上次我讲好几次 我常有时候碰到南传的人 我跟南传好多法师都是 也很不错啦 都好朋友 那 有时候呢 大家喝喝茶呢 我说 你们要不要学学大圣啊 他们听了 不置可否 因为我是大圣 他们也知道 他也 不好意思说 他不学大圣 可是 从他眼神 就看得出来 他们对大圣的教法 没办法能够 想要深入 那想深入的心 很浅 很浅 但是没有关系 于生法中 是叫利息 我们用其他的方便善巧 来拉他出来 什么叫做方便善巧呢 你跟他维持个好朋友 他就会常常跑来 找你走一走 然后呢 我们大殿是观音菩萨 他总是在那里 拜到观音菩萨吧 对不对 他们来大殿 一定是三 礼佛三拜嘛 那我们大殿上 有观音菩萨 他总是有拜到观音菩萨 是不是 中了一个大圣因啊 观音菩萨是大圣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知道 那久而久之呢 慢慢的 一点一滴的 各种法会 各种场合 把他们摇一下 走一下 他们就在大圣的环境里面 这里种一个因 那里种一个因 跑到我的道 来我的道场 看到我的花都没浇水 他们就把它浇浇浇浇水 别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他就在供养 大圣教法的寺院 他就跟大圣教法 就结下一个圆 这个圆 这个圆在未来神中 被遇到 可是他浇水的时候 心情不是这样 他只是因为 跟我好朋友 然后呢 来就好很好玩 大家玩水 大家弄来弄去的 可是 因为这个因缘 我们刚保持一个好朋友 然后你本身 就在这个大圣的环境里 他也不得不跟 大圣的环境里结个缘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未来神中呢 他因为这里一点点 那里一点点 种的因 种的因 这个大圣的因 久而久之 这个因都会慢慢的开花结果 都会开花结果的 在未来神中 好 下面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这个呢 又更 不用说啦 这个是主要就在 讲哪里呢 就是在讲这个法华 法华涅槃石之前呢 都是 都因为还没有开权显示嘛 所以 在法华 讲法华经之前 他的真正的 佛陀真正的本怀 还没有讲得很透彻 到法华经才 整个完全开展 所有 大家都知道 原来过去 很多佛陀的教法 都是 是权衡的教导 方便的教导 那么现在 舍掉方便 但说无上道 一佛圣 一佛圣 未来大家 你不管学什么教法 最后一定是 成佛路上的一段 你目标 是要成佛的 就算二生的教法 目标最后 就是要成佛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法华经里面 一天到晚授记 那法华经里面不是 很多人问我说 师傅啊 读法华经 好像没什么嘛 从第一卷到 第四卷都还在授记 已经超过一半了 都在授记 总共才七卷 从第一卷到第四卷 有很大的篇幅 都在授记 那这些授记在做什么呢 很简单 它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概念是重要到非常重要 就是佛陀 他开了金口 跟阿罗汉讲 你是确定可成佛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阿罗汉觉得 那个我就这样涅槃就好了 我学的已经够了 成佛好像很遥远 他觉得这样就好了 而且他也很欢喜 处在涅槃的 即兴为乐 那么一个殊胜的 环境里面 你要让跟阿罗汉讲 未来发大不清成佛 他不见得有那个诱因 那诱因不强 等到佛陀真的跟你讲授记的时候 你看他 第一个先跟谁授记 在法阿金 涉利佛 对 涉利佛是所有罗汉 他算是最前面的 这个地址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址 那先跟涉利佛授记 大家很欢喜 涉利佛未来确定成佛 连佛名都讲了 未来是哪一尊佛 佛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那个佛的国度是什么 底下的罗汉 全部都发大欢喜心 这是无上的那种 但说无上道 那是无上的殊胜 什么样子的那种心情 都觉得很无量的欢喜 这个一旦佛陀他直接 因为大家都相信佛陀讲的话 是没有 不会有任何谎言的 不是 是讲的是真实的 他一旦授记 未来一定绝对是会的 所以就让整个罗汉 这个太多的罗汉 就开始欢喜心 然后在等着说 佛陀怎么还不帮我授记 所以后面那个第四卷 尤其第四卷 连那个耶稣陀罗 等等都说 佛陀你怎么都帮他们授记 还不帮我授记 那这个呢 他们后来的这些罗汉人 都很欢喜的 这个那个接受的 原来佛陀以前讲的 都是方便的法 因为我们那时候心胸不够大 你要他马上走到高雄 他会很恐怖 很恐惧 走不到那么远 我走到桃园可以 那就先叫他走到桃园 事实上走到桃园 就是走上高雄的 其中一步而已 所以只有一佛圣 全部都是要成佛的 所有所教的所有教法 只是成佛当中的一段 只是没有马上跟你讲 那是要成佛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正直者方便 但说无上道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第58页中间 大金云 这个大金就大波涅槃金 我们 这个摩子官呢 讲大品 就是大柄波涅金 波涅 讲大金 就是大波涅槃金 讲大论 是来不论 大制度论 好 好 这里 大金云 从牛出鲁 乃至醍醐 此正见也 这个波涅槃金 这个波涅金里面有一个比喻 这波涅金有分哦 这是旧的大波涅金 旧译的 旧的翻译的大波涅金 那么这呢 五味 它的比喻就是牛的卤啊 牛奶 牛奶呢 有五种味 第一个是牛奶的原味 卤味 第二个 卤酪的酪 第三个 卤酪如果一直搅 你给它滚 然后一直搅 一直搅 就跑出生酥 酥油的酥 但是是生的 不是熟的 然后呢 第四个味呢 就是熟的酥 第五个味呢 你把那个酥再一直提炼 最后就有一个醍醐 会跑出一个最精华的 那叫做醍醐 所以会经过五个味 一个卤 牛卤 一个酪 乳酪的酪 第三个生酥 第四个熟酥 然后第五个醍醐 所以 从牛出鲁 乃至醍醐 它就意思是说 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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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修 就是证明 是建教 底下 又云 自毒 自毒 乃至 自毒 醍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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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此正不定也 这个杀人 不是真的杀人 是杀烦恼 断烦恼 是让我们贪嗔 是让我们贪嗔吃断掉 它的意思是指这个 那么自毒呢 在乳中 乳呢 就能够杀人 因为你在任何 刚刚说五味 乳味 落味 乳落的落 乳味 酸酥味 熟酥味 醍醐味 醍醐味 你这个五个味道 五个味道 你这个五个东西 五个阶段 任何一阶段放毒 都会把人杀死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任何一个法义 界定会 这个文师修 界定会 他你不管 你从那个 慈戒 禅定 然后呢 观波勒 空性 最后 证悟 你不管哪一个阶段 如果这个佛陀 如果你遇到佛陀 佛陀会看你的因缘 讲适当的法 让你在那个阶段 就能够证悟 所以呢 你那个阶段 你可能是到 生书或熟书 佛陀呢 就加上你过去生的 某种因缘 然后 给你一些开导 让你就直接 在那个阶段 马上就 证悟了 马上就证悟了 马上就 大车大悟了 所以这个杀人 是指 把贪生吃 烦恼杀掉 断烦恼 那么 这是个比喻 所以 任何一个阶段 都可能 让他 断烦恼 这叫证明不定教 一个人的证悟 是不一定的 是在哪个阶段 证悟 就没有一定了 可是这个一定得要 高人 遇到 善知识 没有善知识 是没有办法 圆满的 又云雪山 有草 明月 冷辱 牛若 死者 急得 醍醐 这个雪山 这个我们看 小字 小字倒数第三行 雪山 批育佛陀 八十五页 小字第三行 倒数第三行 雪山 批育是佛 就是 雪山 它有草 这个草 叫人乳草 牛 如果吃了人乳草 你就得到 醍醐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法门 是非常殊胜的 你听到这个法门 根基够 如果它的根基 很够的话 马上就可以当下顿悟 得到 醍醐 它如果能够 我们这个人乳草就像原遁的教法 比喻原遁的教法 然后听闻者能够休息的话 能够好好的修行的话 那么就能够进入到原教的果位里面 这个就是得到醍醐 牛如果认真的去吃 吃就是修行 认真的食 牛如果去吃这个人乳草 它就是比喻 用心的去修行 就能够得到醍醐 这是证明 有顿教 直接讲原遁的教法 他就能够 当着打悟 这个是一个证明 我们来看第八十六页 无量亦云 佛转法轮 为低 先舵 焉珠玉城 开甘露门 善解脱风 除世热脑 治法 清凉 赤匠十二 因缘雨 洒无明地 眼邪见光 厚树无上 大圣 普令 一切 发菩提心 此正见也 这一段是从无量 易经 来 就是引这个段 来证明有建教 这一段也很容易明白 前面呢 佛转法轮开始 佛转法轮 为地先舵 就是佛转法轮 先 大家可以听的一些小教法 简单的教法 先可以 让大家可以听 这是指二圣 先从二圣的教法开始 那这个 先说最简单的教法 二圣的教法 这里讲的简单的 我们看那个小字第一行 下面说 说最劣胜 大家不要被这个劣胜 好像他很不好 大家知道阿罗汉果是很殊胜的 只是你跟原教的大菩萨比较起来 当然阿罗汉果就 就没那么殊胜 所以这个最劣胜是跟最无上殊胜的 那个 那个 原教 那个 易佛圣来比 但这个 事实上他没有最劣 他真的是 阿罗汉果是非常殊胜 世纪阿斯真有个阿罗汉 我拼了命都会去跟他供养 天涯海角要跑去 所以 这是一个 这个 只是一个比喻 说 佛呢 转法轮呢 为地先度 这个为低 这个就是 这个 这念低 这低就是 滴水的低 天上的小雨 先低一点点 然后呢 让淹珠玉城 把我们五一六成的心 热脑的心 先给他 给他 淹掉 不要让我们 欲望 太多 把我们欲望 能够放下 这些教法 能够让我们开干了我们 善解脱风 除世热脑 自法清凉 入这个 这日子 到涅槃 小圣的涅槃 能够解脱 除掉世间的热脑 至少你自己的热脑 可以除掉 现在很多人 他 一烦恼起来 哇 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着觉 很难 最近我有碰到 这个睡不着觉 有时候 有些还不一定是烦恼 有些还是他个人的问题 光是睡眠 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们 现在人的健康的 一门大功课 你睡不好 就决定生病 是真的 睡不好 决定 最后 这个病还会病不清 所以 要懂得自己 不要太多烦恼 不要管太多 不是你该管 不要管太多 有些人 不是你的 有的管太多 如果说是管 如果是好事 救人 那是可以 那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有些人管太多 是管到那根本 根本是在造业 那个业是造得很离谱 那这时候 你的身心的业力 缴在那里 会越缴越 越难 滚雪球越缴越大 到时候 你就麻烦很大了 以前我就看过 有一个人 在一个医院里面 看一个人 拿的那个 他已经走路不方便了 就拿那个四个脚 的那个 口口口 四个脚的那个 从这个走道 他一定有点轻微中风 一个难的 难中 从这个走道 走到那个走道 大概有五六十公尺 从这个走道 走到那个走道 又再走回来 又再走过去 又再走回来 然后呢 口中呢 已经在那里 烦恼来烦恼去 那个念念有词了 但是你说他精神病呢 也没有 也没有精神病 他还有点 他还很正常 他就是一直在烦恼事情 然后 焦躁不安 这已经有点 这已经有点 躁欲症 那这个就是 处在一个 夜的 整个人 夜就在那里 嚼起来 所以我常常 跟现在的人讲说 有时候 让自己轻松一点 不要把自己 弄到那么 烦恼 那么累 如果你是在 帮助众生 那也是 也是好事 可是假设你眼前 做的事情 是你 可以不用做 意思是说你 怎么讲 是你多得的 你就不要那么累 身体重要 身体重要 这一次 这一次我发现 我真的身体要很重要 这次我们身边 有人生病 我就跟新疆师傅讲 我也要休息了 我说 我说你这样累 你也把我吓到了 我也提醒我要休息了 真的不要太累 现在到场很多法师 像平民三郎一样 真的是累到 有时候我看说 应该有一点要像 外线身闻像内密菩萨行 还躲在山里面 有个小姑弟 在那里打坐也不错 在那里念佛 那也是很好 不要忙那么多事情 姑弟大家知道吗 姑弟 那个南传泰国 他们的小小的修行 那个房子 那个叫姑弟 我以前想要我们在山上 自己弄个姑弟 因为我有授过南传界 我北传南传界都有授 我去南传的时候 看那个 哇 好喜欢哦 一个人就在那里打坐 我那时候很喜欢打坐 一天到晚都打坐 那时候做到某种程度 那个身心都是 所以打坐会很吸引人 所以到最后 我就会跟人家讲 你就算有 你做到怎么样的殊胜 业障来的时候 跑都跑不掉了 你没有 没有证悟 你没有证出果 证出果也一样 你业还是会来 你不然这什么果都一样 你业障还是来的时候 你就是来 所以要销业很重要 业障要销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大圣的教法 真的是很殊胜 它就告诉我们 怎么销这个业 怎么销这个业 像那个大杯颤 像那个很多的法会教法 那个都是大圣的教法 像良环宝颤 良环宝颤 良环宝颤真的是我们的国宝 那这个 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销业 业销的比什么都重要 你看那个 这次 看新疆师傅 你看他 他真的福德的底子打得很好 所以你一旦 一旦那个灾难来的时候 这个底下那个福德的根 树根扎得很无 所以 虽然 那个树 树有受伤 可是呢 他整个那个 要再恢复起来的 那个福德力 就有 就有这个福德力 所以我们呢 就是要修这个福德力 修这个福德力 这个福德力很重要 那新疆师傅他平常真的是 尽心尽力 真的尽心尽力 非常难得的 一个法师 像有时候我们太晚回 太累 有时候回去 那要晚课要做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那么累 因为我们男众女众是分开做的 女众做女众的晚课 我男众做我男众的晚课 他有时候他在大殿呢 我说你坐三归一觉 不要那么累 然后结果我一听麦克风声音 他全堂全坐 他已经很累了 全堂还全坐 这个不错 很难得 很难得 他自己主动的 然后呢 有一次呢 我说 那个 因为我们有三 我们一个月 一个月薪水是六千块 一个月薪水是六千块 全世界可能就我们出家人最可怜的 这个 不是朝九晚五 是24小时待命 我们薪水是六千块 那有一次我要帮他加薪 我说 看他那么累 我说 那我以后 我给你七千块 他说 师傅不要 我不要拿那么多 他说不要拿那么多 我那个六千块已经很多 他觉得很多了 六千块他拿在手上 也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他这个捐到哪里去 那个要做什么 他是这样子 所以那福德利就是这样 他就这样子 把他这样修起来 人哦 不要得到太多 要付出太多 比较好 要懂得付出越多越好 你可不要得到太多 得到太多 那个 我讲的是有形象的得到 名啊 利啊 钱啊 财啊 房子啊 那种不要得到太多 那很辛苦 好 宁可 辛苦的生活 简简单单的生活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新疆师傅 这个礼拜 可能就会出院 如果没有太大的事情 明天医生要跟我讨论 讨论出院的时间 那那个 这个 可能 来听课可能有点难度 因为我们晚上回去太晚了 那条路不好爬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可能是有点难度 那这个 所以快要出院了 哦 那心里好高兴 心里好高兴 哇 快出院了 一个月了 哦 一个月了 从医生讲说 要我心里 对他后来的复原 不要抱太大希望 从医生开始讲这个话 我心里就量了 不是量一半 是量三半 量了多半去了 然后呢 到现在 出了家务病房之后 医生说 大概复健要三个月 然后在家务病房的时候 他复原很快 那医生也觉得很压抑 就赶快给他出家务病房 然后呢 等到离开家务病房 到普通病房呢 医生也压抑 又给他去赶快复健了 那本来复健要三个月 现在不到两个礼拜 就可以出来了 就是这样转转转 转到复健病房 才两个礼拜 就可以准备出来了 真的是 这个是他真的修得很难得了 修得很好 这是跟大家这样子顺道一提 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无量 无量一经还没讲完 第二阶段 赤匠十二英元语 洒无名地 验邪见光 后树无上大圣 谱令一切发菩提心 此正见也 就是前面这个藏教 前面这个破见尸恶祸 后来破尘杀祸 破无名祸 最后让就是树无上大圣 来教导所有众生 发菩提心 这就是见 就是证明 从无量一经的这段话 证明佛多的见教的教法 是很殊胜的 这个见教很适合大部分广大的人 不定 不定也是适合广大的人 但是不定要看善知识 也要看到自己个人的根气 机缘 大部分还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往上走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华原曰 说且罗龙 车肘于海 余地不堪 为上根信 说圆满修多罗 恶圣如龙如亚 这里是在讲原教的教法 用说且罗龙 这条龙 海龙宫的龙王 如来这个龙王 来比喻 那么这个龙王呢 车肘于海 车肘于是 等于是寝盆大雨 寝盆大雨 那么大的雨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雨 是很恐怖的 很庞大的大雨 如果这个那么大的大雨 余地不堪 你要是下在山里面 这山会被冲得变成洪流 变成那个山洪爆发 所以地上是没办法 看受得了 只有大海可以看受得了 所以圆顿教法 这个比喻 海大海就是大的根基 圆顿的教法 只有办法 就是雨呢 没有办法雨三教下类之地 二圣没办法听闻 这在小字里面 就是前面的 藏通别 他呢 要听闻 没有办法那么 能够 接受 别教还勉强可以 可是别教也要看 因为别 有些别教的教法的人 他可以接原教 他可以进入到原教 但是呢 这也要看他过去生的因缘 所以车走雨啊 这么大的雨啊 雨到海里面 只有海可以 可以接收得了 就是他根基要够 根基要够 所以这在比喻 为上根性的人说 圆满修多罗 就是为上根气的人 说原教的教法 但是二圣呢 的人呢 如荣如雅 声闻罗汉的人呢 如荣如雅啦 好 我们来看下面八十七页 八十七页 既明曰 入詹伯林不秀余香 入此事者 但闻诸佛功德之乡 这个呢 就在唯谋结经里面的一段 那意思是在强调 那个维摩绝居士 那个房间很小 这么小的房间 那么但是维摩绝居士就讲 我这个房间啊 就好像入詹伯林不秀余香 詹伯是一种花 那么这个花呢 很香 所以你入到詹伯林呢 这个 这个詹伯树 它是一种树 这树还蛮高大的 詹伯花 它会长詹伯花 这个因为它是树长的花 所以呢 它可以成一个林啊 詹伯林啊 那么你度到这个詹伯林里面呢 那个香味 很浓 所以你嗅不到其他的香 好 他在比喻呢 露我这个房子里 我这个露此事者 露到我这个房间里 我小小的房间啊 只但闻诸佛功德之香啊 他这一种比喻啦 比喻说呢 这个 这个是正 这个原教教法的殊胜 微魔绝居士 它是这个很特殊的居士 我从这个天台的教法 他常常引用微魔绝经 经常引用这个微魔绝经啊 所以呢 这个微魔绝经呢 在这个智者大师的眼里 还蛮重要的 还蛮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首任言曰 导万种香为完 若烧一成 聚足种香 这个 这一段 不是后来的任言经啊 因为任言经在唐朝才翻出来的 这段是前面 那个 另外有一个 一个首任言的那种经 那所以 这不是后来的任言经的话 首任言曰 导万种香为完 你把很多的香 捣碎 混在一块 做完 你把那个 这个完里面的一层拿出来烧 是不是聚足种香啊 对不对 因为 你里面 这个完里面的任何一点点拿出来 它就是所有的 万种香的结合嘛 所以呢 他这个是在讲呢 这个 这个完就好像我们十相了 我们的 这个中到十相 观行呢 就像烧 烧这个完的一层 一经 只要经过 观行的修行 即知道内心是具备万法 我们内心是无法不备的 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 这个三千 指的就是宇宙万象 包括 我们人跟外面的气 时间 整个包括用三千 这个名词来 分类成三千 来讲 所以一念三千 他意思是说 我们一念当中呢 是无法不备的 是具备的万法的 所以呢 他这里在强调 空甲中三观的中观 即空 即假 即中 那他呢 这中观呢 是 无法 这是具备的万法 而当下是空的 是在讲这个 所以十相呢 不是什么都没有 一旦经过观行 就知道内心是具备万法的 好 我们看下面 大品曰 以一切种智 知一切法 当学波罗波罗密 这里也是在强调 这原教的教法 一切种智 是佛陀的智慧 知一切法 当学波罗波罗密 这个波罗波罗密呢 如果你要得到 假设真的要得到 原教书胜教法 波罗波罗密 是一定要修学的 就是指这个 究竟的空性 究竟彻底的空性 这个呢 是 维摩结经里面 讲的那个空性 就是非常透彻的 所以为什么 智尔大师呢 他对这部 维摩结经呢 还是很 比较 有认真的在引用 所以这段是在讲 原教的教法 他就是波罗 一个最透彻的 波罗 以一切种智 知一切法 当学 波罗波罗密 有一次我们那个 教内有一位 刚刚我去年前年 往生的 慧悦老和尚 大家应该知道吧 慧悦老和尚 天台的 这个 他九十多岁往生 天台的 真的是我们 教内天台的大德 那么他有一次 注印 大波罗经 每一个寺院都送一套 我那时候正好 接到他这一套 我也才刚到 慈应寺没多久 那么他就 大家供养 每一个寺庙一套 他是按照 那个寺庙的名册 一个寺庙 一个寺庙 派他的居士送上去的 这一套波罗经 是很大一套 很多本 那么多本的波罗经 每个寺院送一套 他光是搬到 我这个寺庙 他要花四个人 四个人 但他不知道 我路没办法到 所以他们搬得很辛苦 所以从三下搬上来 搬上搬下 那光是搬那花了快两个 一个多小时 搬上搬下 光搬那个波罗经 所以你看 他那个注印 波罗经 他是算好 还是蛮认真的 那么他是我们天台的 非常重要的大德 慧悦 那他 所以呢 他知道 智尔大师非常强调 大波罗经 所以每次讲大瓶 引用他嘛 那个 大制度论也是波罗经 他也是在 注解波罗经 所以 波罗呢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大家有空呢 要 可以多去 看这方面 如果没时间 就看某指观也可以 某指观就已经讲了 等于是把所有精华都讲在这里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法华约 合掌以静心 欲闻俱足道 这合掌当然是表示我们很恭敬 那这里呢 是 讲说呢 至法华前 这小字啊 引法华字 至法华前呢 就是法华涅槃这一时之前 还没讲法华经以前 未曾开权 还没有开权显时 所以不明具足 法义上 所讲的佛法 法义都还没有具足 都称不上具足道 从开始讲法华经开始 才有具足道 所以讲欲文具足道 就是讲我们 这个 这个法华经最透彻的道理 就是讲这个具足道 若一天台另外一个名称 也可以形容 就是一心三观的道理 也是具足道 我们一念当中呢 具足一念三千 这是具备所有的万法 但是呢 又当下也极是空 好 我们翻过来 大经约 譬如有人在大海域 当之世人以用诸和之水 八十八页 看到八十八页 就是 这也是在形容 在大海里面 洗澡的话 这个人呢 已经用了诸和之水 他呢 也用了 就等于是 因为这个大海是所有 这个山上的河 所流到这个大海里 海跟海是相通的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 洗那个海水 这个水呢 都是所有河流的集合 集合在一块的 这个海水 所以当之这个人呢 他呢 就已经是用了 诸和之水 他这个比喻跟前面也一样 我们事实上 我们的心念里面 是具备了所有的万法 是具备了所有的万法 这个是 比喻 也是比喻 也是比喻 我们修行上 最殊胜 圆满的教法 他是不会 舍弃任何 一法的 比如说像小圣 二圣 他一路涅槃 他众生也不用度了 他就在那个涅槃的 方便有余土里面 在那里生活 那他就没有具备万法 那么多的 广大的众生 没有去度化他 他就在空性的世界里 这叫偏空涅槃 他没有从空出甲 从空出甲 以后我们会讲到 从空出甲 从空性的涅槃中 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 具备万法的 这个世界里面 虽然都是虚幻的 可是呢 他得要发大心 利用这些假的事物 去利益广大的众生 这个呢 就是从空出甲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华言曰 譬如日出 先造高山 次造幽谷 次造平地 那么这里是有比喻的 太阳 太阳从出来 太阳的光一定先造到高山 对不对 然后呢 太阳越来越高了 就会造到幽谷了 然后呢 太阳再越来越高了 又造到平地了 所以这里就比喻 平地呢 是指不定教 幽谷呢 是指建教 高山呢 是指顿教 是指顿教 这个大家也比较好了解 顿教的人呢 他的根器一定是先 有办法接受最殊胜的教法 所以呢 太阳起来呢 高山 因为高山碰到太阳 先碰到太阳 马上就能够接受到 迅速的可以接受 就是比喻顿教 能根器的殊胜 好 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个很感恩 大家对这个新乡师傅的关心 刚刚还听到 罗伯代 罗伯代 大家帮忙 那边 去新乡师傅那里 协助一下 他有学过这个 这个 推拿 也协助帮忙 谢谢 很感恩 还有那么多人 帮忙回向 支持 还有供养 那终于呢 要准备要出院了 他现在在听 他现在在直播 在听 你们回去 要做功课 功课要做 法华经要送 对 这个要讲一下 你要懂天台的摩执观 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智慧比较容易开 就是送法华经 送法华经 我本来还不知道 因为这次那个十多年前的那场病 我开始一致一拜法华经开始 我才发现 拜华经还可以真的 能够了解那个天台的教法 是真的 是真的 尤其对于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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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讲的 有些特殊的东西 本来还有点模糊 马上就 就慢慢可以看得懂了 可以看得懂 那是十多年前 所以 送法华经 拜法华经 它可以帮助我们 对摩执观 法华 学义 法华文句 以及所有天台的教法 有深度的透彻了解 那 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 一天可以至少送一卷 一卷 法华经 可以 有时间的话 就送两卷 那 然后呢 那 那佛号 阿弥陀佛号要多念 佛号一天 可能的话 愿意的话 就几千生吧 那 可以给自己定五千生 五千生其实也不难 因为你走路也可以念 所以你光去上班 下班大概就念完了 上班去一趟一直念 一直念 下班回来一直念 一直念 煮菜再念一下 就差不多了 然后小朋友要跟你吵的时候 你就念佛 所以呢 大家把这个功课放在心里面 用心的念 业障硝比较重要 真的 业障硝比较重要 什么都不重要 真的 没有什么是真的 业障硝 你才能够 在未来 在未来 劫难来的时候 那个 重抱 轻瘦 还比较可以过 撑过 那个 那种 劫难 每一个人 过去生都会有一些 业 正常 难免 都一定会有 我们也都是凡夫 罗汉也一样 罗汉承受的也是 都是随他个人的业在承受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定要懂得 要消业障 业障要消 还好我们这个大圣的教法 还是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能够让我们在这个 各种业力烦恼中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消业障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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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轨 一个仪轨 所以比如说拜八十八佛啦 是拜大悲燦啦 这个都是有个仪轨 那个仪轨对我们是很好用的 所以回去呢 大家认真一点 用心一点 来拜佛啦 礼佛真的是帮助很大 礼佛帮助很大 我每天花在礼佛时间上很多 所以礼佛 可以给我们身心 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柔软 然后呢 你再拜佛 拜下去 身心会慢慢 真的会感觉不同 不一样 以前那个新乡师傅 他的习惯 早上起来 他在以前在清醒讲堂的时候 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泡个茶喝完 茶喝完以后就开始拜大礼拜 大礼拜 整个拜下去 拜一百拜 然后那个 是拜什么呢 是拜那个万佛明经 他万佛明经拜了二十多部 他一部要多少拜你知道吗 一万多拜 一万多尊佛 一万多尊佛 他拜了二十多部 然后呢 他的那个 那个金刚经 他一下子 他坐下来送金刚经 就是五部金刚经送完 只要没有人 没有那什么宅急便突然来 他不得不收 不然他都 他就是没有去炒他的话 他就是这个 五部金刚经就去送完 他的习惯都这样 然后 所以他 他光是礼佛这方面就非常多了 然后他每次拜 他的 他的大悲 他还会拜大悲咒 大悲咒 他大悲咒 他会拜那个 大悲出相 那每次拜都是 也都八十多遍的大悲咒 或是一百多遍的大悲咒 他一变大悲咒就一拜 拜下去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再起来 一直念一直念 起到上 然后整个站起来 就是一变大悲咒结束 然后就这样拜 这是他经常性的拜 我有时候呢 早上就没吃 没吃饭 那就拜佛 我也很喜欢没吃饭 早上没吃饭 那早上呢 就一点点泡一点小东西 然后就大家都全部用功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早上起来 你不要什么太多事 喝个茶 就开始用功 用功到有点饿了 就一点点小麦片就好了 然后又开始用功 然后中午再开始吃 然后晚上有时候也懒得吃 然后就稍微这样 就这个每天呢 就只有把那个功课好好做好 剩下来就是喂猫啊 喂狗啊 然后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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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寺院打扫打扫啊 然后开始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生活弄得单纯 简单 这样才好修行 我们不要 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所以希望大家 要珍惜 我们是这个人生 不要人生耗在带不走的东西上 那个东西终究带不走啊 任何东西都带不走 赶快存一点福德因缘 比较重要 好 好 我们下课 大众请和尚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好 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